为了把事业给做好 他放弃了在家乡开的店 和朋友到外坡闯一闯 但是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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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也ok 最后刚好 有朋友想一起到外面出去 出去穿越 然后也想 ok 我们 要抓大鱼要抓大虾 必须向深海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 就出去了 跟朋友一起到沙灯去穿越 但是到沙灯去也没有好像找好店面这类 只是有逐渐自家然后收一些修理来做 收一些修理来做 然后才会才觉得 不要向深海去抓也是很辛苦的 要抓大鱼大小是很辛苦的 所以面对西西的事情 创业失败后 他又和朋友合伙在巴生开店 就在这里他认识了隔壁店的一位小姐 而车位小姐也就是他现在的太太 就是这么巧 他住在哥比 然后我的潘娜 潘娜的太太 他也是基督徒的 他也是基督徒的 他太太就跟我讲 哥比那个小姐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之前没有来他已经认识他了 然后讲 哥比那个小姐也是很不错的 然后讲讲罢了 那也只好成为我太太 这是第一点 他会说用别人 其他的眼光来拍摄我 这是第一点 所以 我也不敢去追他了 就是说 偶尔有时候过去聊聊 偶尔借借宝族 乘起机会跟他聊聊 为什么不敢去追他呢 呃 残障本身对这个感情在外面 真的是很难突破 很难突破 像一般一般的人 因为我们自卑感很重 我们要想到自己本身 然后想到对外 我们 要拿什么去追 去 去 去讨好 要去追人家 我们有什么条件 我们应用有什么条件 我本身对这个 我很怕很怕人家 拒绝 啊 他 他 他会拒绝我 又很怕 就是说把 把 同情的爱 当着爱情的爱来 所以 等一下 恍而 会吓到 好 自己也 所以我不敢 那么 我们 怎样开始 是 我在我 生命里头 我觉得我 只要一个女孩子 肯 肯 接受我 我就会其他做好 这样子的女孩子 很难找的 肯定是找不到的 因为 因为我们是残障的 他怎样来 他有他的条件 他有条件的女孩子 不是没有条件 那我要 我要 跟他进一步的话 我必须要 做好心理准备 跟他谈起 那么 也记得 我也跟他谈起 你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们要走在一起的话 必须要面对很多的 很多的 问题 很多的 压力 来自 有些来自 家庭的 有些来自 朋友的 对我是 无所谓 对我是 我是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 你若是跟我走在一起 我会 往而我会觉得很 宽容 因为我是 残障 你跟我走在一起 我会觉得我很 了不起 我会觉得我很 宽容 人家用眼光看我 我无所谓 因为我有这样 我的一个好的女孩子 能够跟我一起走 但是你的心又不同 你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你要面对朋友 外面 还有你的家人 用他们的眼光这样看 那么可能你对家人 朋友 外面的眼光 你能够克服 但是你家人 还有你本身 所以你必须要想清楚 想清楚 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 如今 他们开了一间 属于自己的电器店 太太管理生意 而她就专注于修理电器 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 和一个女儿 每个女儿都会虚待 被人亲爱的 但是她心很软 她虽然脾气很快 但是她心很软 然后我问她 她比较坠 她比较坠 不要紧 紧紧一点 你讲他就知道你要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就 看了看情绪 都是在歇息 情绪还是在歇息 还是在成长中 我们都不敢讲 我的神直接带给我很多 除了他给我这么好的太太 还给我这两个可爱的孩子 那么在生意上还有这样的公园 很多外面的人讲 这么礼拜都不开店 我所谓的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神会更特别的祝福 不需要去 做到很辛苦 所以有你真好 应该是对我的台湾人 对我的神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也是有情感的生活 爱情与情感有着微妙的关系 正因为我们有了感情与情感 我们才会有亲人 友人 与爱人 我认为 感情与情感最美 最珍贵的元素 就是爱 爱是无事的付出 爱是无事的包容 不管你有什么缺陷 我就是爱你到底 对你不离不弃 一生一世的照顾你 从无爱平夫妻的身上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一份真爱 让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们要 好好去爱 去珍惜 身边的每一个人 有了爱 人生才会美满 有了爱 世界才更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